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妄态实际上就是指的妄这个姿态 这个妄这个姿态里边包括有啥呢 包括了像一些动静 它的动静的姿态 或者说妄一些异常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妄态里边的内容 至于它妄态的整病的原理和意义 就是妄态的整病的原理和意义 主要的是人体的各种的运动 它的运动姿态 运动的协调 像一些体态的自然 它都和啥有关系 都和我们脏腑气血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像我们说你气血充盈了 你说话声音就高抗有力 熊啾啾气昂昂的 你姿态活动都很正常 所以说它反映了个啥呢 它主要是反映了我们人体的脏腑的气血 阴阳的调畅情况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来看一下 妄态整病的原理及意义 不过我们在这里边 大概得要了解一下是妄态 主要的注意一下 阳主动 阴主静 阳症啊 这个阳是指的阳症 阳症的健的病一般都是动的 这个动是讲的动态 阴症的病的话 它主的病主要是主的是静 所以一般来说阳热食症的患者 就是有阳症 阳 时 热症 它所表现出来的情况 大多数都是一种机能抗净的 所以表现出躁动不安 躁动不安 相反的来说的话 如果说是阴症 寒症 它主要是建于机能 表现为脏腹机能的衰退了 脏腹机能衰退以后 这时候病人大多数的一些表现 都是洗净少动的 喜欢净 这是我们说妄态的 也可以说是妄态的一般的这个规律了 或者说一般的原则 所以说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妄态的它的内容 就是妄态 我们要妄啥 妄啥呢 古人有这样举着妄整的八法 在这了解一下妄整啊 这个妄整主要是指的妄态 妄整的八法 所谓的妄整的八法 动者 强者 凉者 身者 像喜欢 动的 就是喜欢躁动不安的 像动者 强壮者 强者 以及呢 我们说这个娘者 阳王 身者 在病变的 它的这个辩证上的 所以阳症 热症和实症 这是我们讲到的妄整的内容 首先我们下面看一下 它的这个具体的动静 它的姿态 我们来看一下动静 所谓的讲到的动静 姿态 那就要看病人那个啥呢 如果我们说这人 现在动静姿态这里边有 做形 做形啊 就是它 现在人坐在这 坐在这 这一个 它的啥呢 它的这个姿态 如果我们说 它坐在这 你想 抬着头 抬着头呢 你像这种的喘 你要坐在这 头仰着 这种喘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 就是坐儿手痒 你要考虑的 它有哮喘 有哮喘病 或者我们说叫着啥呢 肺胀 现在我们常说的 阻塞性肺 这个阻塞性肺病 那也就是说 有肺时症 或者有啥呢 痰隐 就是痰隐啊 停留在肺 导致的肺气 庸食 就是有可以 坐儿凉手痒 坐在那 抬着头 可以见到有哮喘病 就肺胀症 或者说 鉴于痰隐呢 停留在肺的 那我们说 治疗方法不要 那你哮喘 你要治疗哮喘的 如果说肺胀的话 你要给它要宣肺的 如果说是 由于痰隐在那 拥挚在肺的话 那你要给它 要干啥呢 要给它要去谈 化瘾 止咳 平喘 来进行治疗 第二种情况 能像坐儿 洗腹 就是坐到那 低着头 这种情况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说话声音都没力 少气揽 这时候我们要考虑到 他是个啥呢 他是一个气虚的人 你看 低着头 说话都没有劲 我们要考虑到 是气虚 第三种情况 是淡卧不能坐 你要注意一下 淡卧不能坐 就是指示在啥呢 指示是在那 睡在那 坐都坐不起来 平躺到那 坐出来 站坐起来 就合持着 合持着在那啥呢 出现一些 这个 出现一些旋转 一坐起来 就出现一些旋转 而且呢 不能久坐 你看有的人睡在那 眼睛一睁起来 一站起来 就是说出现啥呢 悬运了 就是说出现悬运 这个状态 中医认为是一种 气血不足 就是 只是在能够 躺下来 不能坐 这时候我们要考虑到 它有 像一个悬运 一坐起来 头就昏 要考虑到 它是气血部分 这意味着是啥呢 所以说要 要干啥呢 我们说要望 看它的姿态 病人来 病人说 或者说你身边的人 他坐到那的 他的姿态是啥 那么这样子 可以提示了 给我们 诊断下药治疗 如果我们说呢 是出现了 是坐卧不宁 又出现了 能坐 这是出现一些 烦躁 不安 坐卧不宁 烦躁 这个烦躁的话呢 可以见到 也可以见到 有一些人像 比如说吃得不好 不合适 肚子胀 那么出现了一些 坐卧不宁 烦躁 我们可以给它要 安神 或者说要给它 要消食 来消食呢 给它要除脏 这是我们碰到的 这个坐卧不宁的 还可以出现上 但坐不能卧 刚才说 但卧不能坐 还少了一个 叫着 但坐 不得卧 坐到那 不能睡下来 不能睡下来 像有一些 这个呼吸道感染 比如说像肺部的 肺部的一些疾病 比如我们说 有出现了一些 心衰的有些病 只能坐到那 甚至有的病人 就可怜的很 一夜一夜的 就是坐到那 他不能睡下来 一睡下去 就出现啥呢 胸闷 出现了这个 胸闷呀 咳嗽呀 气喘呀等等 这鉴于啥呢 刚才我说到的 有时在临床 俗话叫做老曼芝 或者说有时候 出现了一些 心衰的病 那么出现了一种 但坐不能卧 就是不得卧 是不能在那卧 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出现的是 这个病人呢 坐的时候 常以手抱头 就是坐到那抱着头 抱着头呢 头呢不能干啥呢 头不能抬起来 就是抱着头 这大多数是 鉴于一些神情呆滞 或者说一些 木线昏迷 精神衰背的这种情况 相对来说 病情上的就 相对来说 病情就比较 这个重了 这是我们讲到了 他的作性 另外呢 还看一下 这个握行 这是握着他的形式了 卧室吧 但是不是说 卧室的房间的那个事了 是这个姿势的方式的事 这个卧室里边呢 有着几种情况 那么哪几种情况 一个就是病人睡在那 他的这个脸呀 要看他是像门外吗 还是像里呢 如果说是睡在那 常向 他的常喜欢向内 就是有人侧着这个睡觉 脸对着墙 那么对着墙呢 这是一种洗净 而懒动的 身体呢 不能扭转 鉴于啥呢 鉴于什么症呢 鉴于阴症 寒症 或者说虚症 就是卧室啊 有面向内的 面向内的话是属于 阴症 寒症 你看有一些病人睡觉 老是往里边睡 那说明他是个阴症 那么为啥说这一些呢 相对来说 阴症 寒症 虚症 都不太好吃的 那阴症 你要给他要补啥呢 补阳气的 寒症 你要给他要去寒 那么虚症的话 你要给他要补的 这是我们说 看他睡觉的时候的 他的这个面向 如果说呢 他喜欢向外 就是面向外 如果说是面向外的话 那刚好的就是属于 阳症 热症 和实症 这个呢 我们大家呢 在日常生活中 你注意观察一下 那性格比较像 自阴症的人 他睡觉 老是向他 这个墙 面对着墙 或者说 面向里边睡的 说明了一个啥呢 说明了这个 他不喜欢 有的人是喜欢动 也就是有的人不喜欢动的 如果说呢 病人两卧 身足 就睡到平躺了 四肢身直 这一般来说 先其预备 属于实 属于热症 就是 他平躺着呢 四肢身直 身直的 那么属于热症的话 实症的话 还有一注意下 有的人呢 物还前卧 腿能都揪起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哎呀 这人睡觉当团长呢 啥叫团长 拳起来 这属于寒症 就是属于寒症 或者说属于虚症 就是我们说 看他的睡觉的 就是他的知识 就是身足 就是卧位啊 如果说是身足的话 一般来说属于实症 和热症 如果说 他是卷 卷曲的 卷卧 卷卧式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属于虚症和 属于虚症和寒症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 在望症的时候 注意一下 他的这个 卧室 第三种情况 看一下立姿 看他站立的 看他站立的 这个姿态 如果说病人站立 站都站不稳 站都站不稳 如坐舟船 像是东倒西歪的 像有时候在临床 像碰到的这种 悬孕的病人 像东倒西歪的 中医认为 都是一种啥病的 肝风内动 就是他站的时候 站立不稳了 就出现了 站立不稳 我们要考虑到 他悬孕 站立病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碰到的 不能久立 还不能老站到那 站到那以后呢 有预导的志向 就有 皮皮预导了 病人站都站不住 好像要昏倒的情况 这是属于气血不足 如果说呢 站立以后呢 站到那以后 常干啥呢 抱着心 站到那 捂着心口 这我们说 这是要考虑到 他有心虚的 静气和郑重 如果说站立的 抱着肚子 我说讲的 稀释抱肚子 那是有时候 可以碰到的 这个腐疼 所以说有 护处 必痛 现在护到哪 哪就疼 你看也有时候 我们在灵上碰到 像有的人站到的 腰疼 腰疼 用手呢 干啥呢 把他腰撑着 那就是一个 站立的知识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 讲到了这个 望这个姿态啊 看一下动静的姿态里边 要看这三种情况 有坐形 有卧室 和他的立姿 下面我想在这里边呢 跟大家呢 着重的强调一下呢 异常的动作 就是在临床上 我们可以常常见到 就是不正常的 这一些 这个肢体的运动 不正常的 肢体的运动呢 主要有哪几种呢 这个我们在临床意义 比较大一点的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牢记 所以我说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会 通过文旺派的时候 那么要学会 望这八种的 异常的 他的动作 哪八种的异常的动作 第一种是颤动 这第一种啊 是病人呢 出现了一下 这个颤动呢 就是他的眼睛 或者说面部 嘴唇 姿 手指头 脚指头 不停地出现了一个啥呢 这个动摇不定 你看有时候 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 看见一个乘客 呀我看那小伙子 那么帅提个蛋糕 这小伙子 就这样子一抖 后来我就心里在纳闷 这人就实际上 是个在啥呢 是一个风 中医大多数认为 是一种风 中医所说的风 而且呢 是一种虚风内动 主要的是属于 这个阴血不足 而引起来的 就是多鉴于一些风 如果说呢 也就是说在颤动里边呢 它有 热脊僧风 还有一种情况 叫做阴虚 热病伤筋 导致经脉失去了润氧 那么出现某一个 这样的一抖 或者说颤动 这就叫做颤动 请大家记住 你们先第一次接触到这 先记住一句话 和风有关 如果说病人有高烧 那么就是热脊僧风 如果说呢 病人没有高烧的话 可以见到有虚风内动 也可以说四个阴虚 生风筹 这是叫做颤动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手足褥动 手足褥动 是这个词啊 是褥动 手足褥动和我们下面可能要讲到的 手足聚集是不一样的 手足褥动啊 就是它的手和脚 实时的出现了 实时的出现了 撤动 实现出现了一些撤动 啥叫撤动呢 手在那不停地动 手在那动 手动呢 主要是动作 注意一下 它动作是迟缓无力的 手足呢 我们说 把这种情况也叫做 褥动 所以这里边为啥要注意 你和下面手足 斥重的话呢 那么手足聚集的话 那是风 也都是和一风 有虚和实脂分 注意虚实脂分 那么这种患者呢 还可以出现 有什么感觉呢 哎呀 身上好像有一个蚂蚁爬行的感觉 手在那 不停地在那抖 而猪医在这个认为呢 大多数和 脾虚有关 所以说在这里边有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 一个是脾虚 二一个是 也是属于 虚风 阴虚 松风病症 就是也可以出现的是 这个手足褥动的情况 和虚风内动有关 这是出现了 手足啊 就是出现了有 阵阵的这个制动 和风有关系的 大家在这儿说 哎呀 我们现在一个讲了个 这个颤动和风有关 手足褥动呢 还是风有关 而且风里边都 看这两个病症里边 都和啥有关系呢 阴虚松风有关 那阴虚松风是说明热血伤了阴 阴也不足而出现的 阴也不足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说 大家有时候在里面 哎呀 看那小孩咋有多动症 所以有一部分 就是属于阴虚松风所导致的 这是这个手足褥动 第三种情况呢 叫做手足聚集 聚集 出现了手足的 出现一些聚集的这个表现 这手足褥集主要是指的肌肉 注意一下它的筋肉 筋肉出现了褥集不熟 筋和肉出现了褥集了 俗话屈身不利 俗话就我们叫做啥呢 抽筋 实际上叫做抽筋 它可以在于 腕部 或者在于腕部 也可以在于啥呢 在我们说讲到的 怀关节部位出现了这一些 这个怀关节出现了 这个后弯停止等等这些表现 我们呢 在这里边呢 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幅图 这个就是手足褥集的图 手足褥集的图呢 像上面这个呢 像手褥集 就是手褥集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大拇指呢 向内的这种抽 大拇指向内的这种抽 你看 大拇指向内 这样子抽起来 四肢呢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叫做手褥集 那么下面这 下面这写的四肢呢 这个足褥集 这两幅图是直 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拍的 那么前面就是脚 脚叫这个伸直 脚拇指呢 有时候翘起来 还有的时候呢 脚拇指就拧起来 出现了这种 褥集状态 出现了这种褥集呢 出现这些状态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的临床意义是什么 手足褥集啊 主要的 就是我刚才人说 叫做腿抽筋了 或者说手哪一块抽筋了 自俗于含血 凝制在经脉 导致的气血亏虚 气血不足 而出现了啥呢 经脉失氧 经脉失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 学用一些温的一些 像有人小腿肚子 偷筋 我们给它用点热的 热的以后呢 缓和它 含血 这是主要是由于含 凝制在经脉 而导致的手足 这个卵脊的症状 我们在学习过程 下面就是第四个 容易和手足卵脊 像容易混淆起来 是啥病症呢 叫做四肢抽搐 这个手足卵脊 是讲冒的是寒 四肢抽搐的话 那就不是寒了 四肢抽搐的话 主要是指的四肢的 它的经脉 四肢的经脉 那么刚才说 手足聚集呢 是四肢的经肉 四肢的经肉呢 出现了卵脊不足 这是四肢的经脉 出现的是啥呢 卵脊 甚至还出现啥呢 卵脊 持张 还要松弛 持张以后 而交替出现的 叫做这抽风了 这抽了 这叫做四肢抽出了 四肢抽出的 它动作往往是有劲的 它这个动作是有劲的 主要建于啥呢 干风 所以说 这主要的是由于 干风而导致的 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碰到的 像惊风啊 癫痫啊 灯的这些疾病 出现的四肢抽出 有时候也可以碰到 像一些高烧出现的 一些四肢的抽出的 这个临床表现 当然我们说 四肢抽出的话 我们在前面讲望诊的时候 大家还能记住没有 我们在讲到了 面色发青的时候 面色发青的话 在小孩的眉间 鼻子这儿 或者说出现了 唇周发青 都是小孩 惊风和抽出的表现 但是像这四肢抽出 可能伴随着面部的 发青的颜色 大家在临床上要注意 把它要 这个 结合起来 这是多见于一些高烧呀 或者说中风呀 这些病人出现了一些 四肢抽出的现象 这是我们说到了 这个 四肢抽出 另外呢还可以见到 第五种情况 那我只有写到这儿了 那我只有写到这儿了 第五种情况 出现了 脚弓 脚弓反张 脚弓反张呢 它的临床表现呢 就是强直 这病人 脚弓 拉得跟弓一样 这脚弓反张 反张起来了 那么 而且它的击背呢 是向后 击背是向后腕 后折成功 称为肝风内动 主要的是属于肝风内动 多见于啥呢 多见于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讲到的 这个异常动作里边 这个和风有关 还是和啥有关系呢 和 我们讲到了肝风内动有关 尤其是在临床碰到的 热疾僧风 也可以碰到 有一些的药品中毒 比如说像马前子 马前子这个药物的中毒 还可以介于上 像破伤风的病 你像破伤风感染了 破伤风感军的病 它出现上了 脚弓这种 脚弓反张的表现 那么 要注意有一点 要吸风呢 所以说 注意治疗的时候 要讲到吸风 你给它要去风 那么破伤风 我想在这说 可以见到像一些破伤风 如果说感染了破伤风 如果说我们受了伤口 有一点点烂了 有一点点烂了 赶快要拿清水冲洗 拿肥皂水冲洗 把这伤口清洗 破伤风呢 是感染了破伤风感军 而引起来的 这个脚弓反张的表现 第六种情况呢 叫做寻衣摸床 搓空理线 寻衣摸床 就是 像有一些人 在临终的时候 我们在讲到 妄神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能记住没有 在妄神里边呢 我们在讨论到的 狮神 狮神里边有一种 叫做金窥神衰 金窥神衰导致的狮神 狮神就是说 叫做没有神了 这没有神的话 这病人 啥叫搓空理线 就摸着他的衣服 眼睛闭上在这摸摸 或者说 这一根线 他在那拉着 叫做理线 或者说铝线 捋着这线 这表示这是啥呢 精气衰竭了 已经快没神了 往往的提示的是一种 重微的病人 那也就是我们说 在家属里边的提示了一点 病人的病情比较重 预后呢 是不太好的 脏腹机能的 严重的衰竭 这是我们碰到的 寻衣 寻衣摸床啊 搓空 理线的这个情况 第七种情况呢 就可以碰到 有祖然跌倒 祖然跌倒了 像我们在讲到的 这个神乱 我不知道你们还能记住没有 讲到神乱的时候 说到一个啥呢 叫做祖然昏倒 跟的是一样的 就病人呢 出现了啥呢 突然的昏仆 不省人事 半身不随 出现了半 甚至伴随着 有口眼窝斜 导致了口眼窝斜 这属于啥呢 属于中风 我们通常说的 叫做中风的病 病人出现了 突然的昏倒 不省人事 如果说呢 他病人突然昏倒 不省人事 口吐白沫 一时苏醒 醒后如同常然 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属于闲症 就是可以见到 有阳根风病 就是我要在这里边说 这祖然昏倒啊 有可能是 我们常说的中风 也有可能是 显病 你要考虑到 那你就要考虑到 他是中风 那中风 你要看他 有没有神志 清楚不清楚 二一个 看他醒来以后 主要的 还有个鉴别点 看他 有没有 自己的活动不变 一向显 我们说的 显病 通常叫做 阳根风病 他醒来以后呢 如常然 如果说是中风的病人以后 一般来说呢 出现了一些偏胎呀 等等 那么终于都把他这个症状 叫做啥呢 祖然跌倒 或者说叫做 祖然昏仆 意思是一样 这是也是一个 讲到的一个 神志错乱的 是讲到了一些 神乱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表现 那么第八种情况 叫做舞蹈症状 就是患者呀 出现的 这个肢体呀 出现跟那个跳舞的症状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 舞蹈病状 这个舞蹈病状呢 他的这个 主要是建议小孩多 小儿呢 出现了一些 他的身足和足腿 出现扭曲状态 你想尤其是 有时候我们碰到的 那宁瘫的别人 那小孩这样子走路 好像跟他在那跳舞一样 好像是在那跳芭蕾 但是他的舞 他步态不稳 那么出现了 挤鼻子弄眼 他会这样子 挤鼻子弄眼一下 甚至还出现啥呢 木嘴伸舌 把舌头一拉 突然的把舌头一伸出来 那么壮士呢 像跳舞 不能够 他不能够控制的 说你能不能控制一下 那天我在公交车上坐到车上 就碰见有一个老人带了 可能我估计是他的孙子 两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 就是坐到那儿 他爷爷一会儿把她一拉 一会儿把她移服 那小孩 过一阵就是这样子 而且还站起来 我一看我说这小孩 我想问人 想问他的家长 这小孩有啥病 我估计他就是有一种舞蹈症 走路也走不晚 这种情况呢 发生了主要的和先天不足 和气血不足 或者说和风湿之邪侵犯而导致的 就和先天也有关系的 另外呢 我们说呢 和气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我们讲到的舞蹈的舞蹈病状 这种舞蹈病状呢 可以见到有小舞蹈病 以及有这个肝痘状 肝痘状和病变性感染了 或者说由于中毒 药物的中毒 或者说感染性的中毒等等 这些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这里边说到了 这个说到了一个 实际上的异常的动作 异常的动作了 下面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衰败的姿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衰败姿态 那么衰败姿态呢 这和我们的五脏呢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腑的衰败姿态 和脏腑的经济虚衰 它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讲到了五腑 那么主要是指的哪五腑 大家要了解一下 五腑里边呢 主要是头为精明之腑 那么背为胸中之腑 腰为肾之腑 腻为精之腑 骨为随之腑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五腑 那么五腑 他的临床上的异常的表现 如果说出现了五腑的衰败 就是出现了精明之腑衰败 则出现头部是低垂的 老子搭了个头 但是呢 无力抬起两个眼睛 两目是深陷 目光是呆滞无光的 这表示着精气神明将衰败 就是说明了他的 那脑这个投为精明之腑 讲到的随海的不足了 背为胸中之腑 如果说后背弯曲 两肩下垂了 两肩下垂 主要是表示了心和肺的中气 心肺的中气呢 将要衰败 因为我们讲到的 中气呢 是聚于胸中 那么背呢 又为胸中之腑 表明了中气不足 表明中气不足 如果说呢 是腰为肾之腑 腰为肾之腑 出现了腰酸软 疼痛不能转动 就腰是酸软的 不能够转动 说明了肾中的精气 将要衰败 我们常说腰为肾之腑 腰部的活动受到了 上次腰部的活动受限 和肾中的精气 有着密切的关系 腰部能转动 是肾中精气将衰败 肾之腑是讲到在哪呢 在于气 所以气为精之腑 两气屈膝不力 就我们讲到 气概的气关节活动不力 那么行则 福身福 说明肝不养精 肝不养精 精将 精将脚衰败 说明肝气不足 肝血不足了 那么骨为随之腑 不能够久力 如果说行动行走者 镇摇不稳 就是行走 站立不稳 说明随不养肝 随不养股 股将衰败 这是我们讲到了 这个 五腑的 他的衰败姿态 可以出现的一些 临床上的一些表现 关于我们说谈到的 旺 旺态 就是旺 这个姿态的内容呢 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儿 不过呢 希望大家 这一节课主要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异常的 把这异常动作的 这八个 八个异常表现 要掌握好 基本上都和啥有关系呢 都和风有关 都和什么风呢 和肝风有关 而且呢 在这里边 我已经提到了 有热脊僧风 有阴虚僧风 有经脉 食养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呢 对我们临床上意义呢 是比较大的 咱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儿吧